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拯救計畫,我是二日 那麼不知道大家在看到那個標題有穿搭這兩個字的時候 眉頭有沒有有一點皺皺的呢? 因為眾所皆知的我應該是一個比較 弱舞、退舞,然後又比較俗氣的硬派的小夥子啊 所以呢,這次為什麼主題要第一個穿搭呢? 真的就完全是因為我們這次的giveaway非常特別 就是是非常需要穿搭在身上才可以讓大家感受到這個魅力啊 那麼我就先不跟大家說到底這一個giveaway這個禮物呢 它到底是什麼品項 或許大家可以直接從我這個穿搭的手帳裡面 直接找到端倪,那我們就趕緊的開始吧! 首先呢,這個第一頁大家應該向來就是知道我有一個新手運吧 就是可能不管手帳或是筆記本的第一頁 總是可以弄得比較好 然後第二頁就是走針這樣 可是就是大家看,我覺得我這個第一頁拼得好像還行 那大家看到這個白皙如玉的手就會知道這手 是我老姐,我那美少女姐姐的手 沒有錯,為了拍這個穿搭日記呢 我們全家橫跨這老中不清三代的 不同的穿搭風格給大家參考這樣 好的,那現在大家映入眼簾的呢 就是來自於我的穿搭 那我人生呢沒有什麼穿搭這個概念 永遠就是1加1等於2的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現在應該可以感受到我為什麼會選這個筆記本了吧 因為它前面有一個這個描圖紙的感覺 所以就一副好像有點什麼 可是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的一個這個障眼法 那如果大家可以假裝沒有發現我這裡在毀屍滅跡的話 我會很感謝的 再來Ladies and Gentlemen讓我們進入美少女的世界 唉,好險有找我老姐派 這樣才叫做穿搭嘛 大家看看這個畫面整個多賞心悅目呢 那我之前一直很常說我老姐是個美少女美少女 你們內心是不是一點都不相信呢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老姐這個穿搭 然後這個曲線啊,應該就可以感受到我的為人了吧 登登,再來進入了我娘的穿搭業 真的是非常的好說歹說才讓我媽加入我們這次的行列啊 因為她一直說她一個老阿婆誰要看什麼的 但是我不得不跟大家說大家瞧見這個寬褲子了嗎 近來不是很流行這種比較寬的褲子嗎 我們全家就只有我娘有跟在這個潮流上面啊 好的,那麼是一隻詞 大家有沒有get到一點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次的giveaway的主角到底是何人呢 那就還是讓我們請主角本人出場好了 好的沒有錯,本人就是這個手錶 登登登登登登登 我真的覺得需要配一個非常華麗的音樂 為什麼這次giveaway我還要這麼慎重的做一個穿搭手帳呢 就是因為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這個禮物可不是外面買得到的禮物啊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下面有 Do Not Like Sunday的這個我們這個頻道的標誌 然後大家看到的這個金魚還有上面這個繁星點點 可是那種S之前的圖來做成的 那我想大家應該就可以感受到為什麼我們到劇組同仁這次的擺設的裝置會是這樣子啊 我們非常感謝到劇組同仁的用心 那這邊不免俗的要跟大家說一下我這個手錶的由來啊 那我以前錄影片呢一直以來戴的手錶都是這一隻 對就是可能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對就是這一隻手錶 兩個這樣子乍看之下應該有感覺到還蠻相似的吧 那這邊真的要與大家實不相瞞啊 我做影片這麼久以來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第一名就是 誒惡日日你的手錶到底是什麼牌子啊 以一個我是比較偏向文具類型的頻道來說 我以前每次看到手這個字的時候我就想說 啊應該是要問我手帳吧 結果nonono全部都是手錶 我覺得我可能真的有回答過快一百次了 那其實呢我已經有偷偷戴著這個手錶錄影片錄了個三四集了 然後這三四集的下面的留言呢 我內心呢就是好希望能被你們發現 可是又不能明說 就是好希望有人在下面又問我說誒惡日你那個手錶什麼牌子啊 誒惡日你那手錶真好看耶什麼的 就我內心呢偷偷的這麼的希望著 結果還真的就讓我得償所願啊 不少人有真的在問我說誒我這個手錶感覺 蠻簡約蠻俐落的到底是什麼牌子啊 然後我的內心呢真是可以來唱一首 那大家心中現在是不是不由得又攔起另外一個疑問呢 就是畢竟手錶這個東西它其實是蠻親膚的一個東西 就這裡有汗啊有垢啊什麼的都會弄在這個上面 然後我又已經帶了一陣子了 這樣子好意思送嗎 我還真的是不好意思送呢 所以呢請大家千萬的放心 就是這次抽獎的禮物 本人在這裡如嶄新的一般 所以說呢這應該算是一個賣家自留款的概念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盒裝 其實我收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被這個盒子的這個 很像變形金剛的這種浮誇的感覺 給嚇了一跳啊 完全是求婚的等級有沒有 登登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這個東西嶄新的程度嘛 我可是連碰都不敢隨便亂碰呢 話又說回來了 以我跟S這樣兩袖親繃的上班小夥子來說呢 大概就是也只能做做貼紙明信片啊這種紙製品 所以這次能做到這麼頂口口的東西呢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一個客製化的網站 它叫做Custom 好的那麼這次的抽獎呢 除了剛剛那個金魚的手錶之外 再來就是這一樣東西 那麼一樣華麗的配樂 登登登登登登登 就是一個帆布袋 帶來大家 因為可能我自己也是有一把小年紀了啊 所以那時候在請S做這個帆布袋的圖的時候 就想說可能不要太複雜 就是用黑白的形式下去做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帆布袋 我覺得它的一體設備比我想像中的好耶 打開裡面呢它還有一個小內袋 基本上我滿多帆布袋都沒有這個小內袋的 就會像是一個大海撈針 海浪滔滔的那個概念 然後這裡呢還有兩條小辮子 可以讓你自己這樣子打結 整體而言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然後呢 因為剛剛那個帆布袋只有一個 這個全世界 ONLY YOU的那個只有一個 所以呢 我要拍穿搭的話呢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把它帶出去啊 因為大家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險的 所以呢 我們還是別把它帶出門了 也因此呢 我就在家裡快速地給拍了一個穿搭 那就是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算是挺努力地應用了三個風格出來啊 首先第一套呢 我是想說來一個比較正式的感覺啊 所以呢 我就給穿了一個白襯衫 然後這個被外型的抓走的帆布袋呢 我是用手提的方式 這是第一種方式 唉 再來這一個呢 呵呵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裡用了一個 attention的轉譯貼紙 就是因為我想說 總要來一個比較少女 比較娘的穿搭啊 應該算是我最娘的一件衣服啊 那我平常呢 其實不太這樣子 讓下面有冷風直接灌上來啊 那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有點詭異的畫面 就是因為我娘在幫我拍照的時候呢 她說要我弄一個比較少女的動作 所以呢 我第一個動作呢 就給了一個這個少女的祈禱啊 然後我娘說再來一個 我真的已經沒有什麼動作了 所以呢 我又比了一個愛心 然後我娘借烈心喜叫我再比一個的時候 我真的就已經比不出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這裡電池的這個耗電量啊 對 所以後來這裡我就是完全的做我自己 在這一套穿搭上呢 我這個反布袋呢 就是以一個側肩過胸膛的這個概念 背在這裡 我覺得好像也還蠻好看的 最後呢 就是這個反布袋最後一種背法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側背的概念 這一組的穿搭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做我自己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之前說的 1加1等於2嘛 然後我還假裝一個正在找東西的一個 這個情境啊 大家看我這裡這個隱形高跟鞋的概念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這個反布袋的三種攜帶方式 希望呢 透過我這些不大成材的穿搭 也能多少讓大家感受到 欸 這個反布袋可能還蠻好搭的喔 好 那麼事情又發展到現在了 現在你們心中想的這件事情是不是變成了 那這次的giveaway就只有這個手錶 這個反布袋 雖然他們都是世界唯一僅有哪都買不到的東西 但只有兩名大家內心是不是會覺得說 啊 一定抽不到呢 在這一個時刻 這一個moment 我們就要來由衷的感謝我們的ACE大人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幫我們加碼了 大家 登登 呃 全部都是ACE自己用橡皮刻的 然後再用版畫的形式印出來之後 掃進電腦裡 做成了一個這一個貼紙要送給大家 我前面有說過吧 兩袖清風的兩個人就是只能做紙製品啦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笑納 那這張裡面呢 有鯨魚 獨角巾 然後大角怪 貓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馬利歐香菇的頭 它是可以讓你自己選擇它的身軀的 然後再加上這些ACE說它是氣泡的東西 唯一可能比較麻煩就是它會需要自己剪 那剪下來呢它就會變成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剪得這麼乾淨俐落的 就絕對不會是我剪的 這是ACE剪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ACE自己拼的超長壽香菇 再來還有這一個 我必須跟大家說 我覺得這個貼紙貼上去之後 真的非常像是影印上去的感覺 完全不像是你可能 品嘗那種透明貼紙啊 或是什麼貼紙 貼上去之後會有種很明顯是貼紙的感覺 這個完全不會 我覺得真的是撐得上美部 這一個字 OK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次GIVEAWAY的內容介紹 所以呢 講比呢 會有這個金魚手錶 然後這一個 被外星人抓走返布袋 珍惜希望大家不要記憶 這個返布袋 我有隔著衣服背過 然後再來還有三張ACE提供的貼紙 所以呢 這樣我們的總理物數呢 就達到了五份啊 好 那麼要怎麼樣參加這次的抽獎呢 首先當然是你必須要先訂閱 對星期日拯救計畫的這個頻道 然後開啟一個小鈴鐺 再來就是IG的部分 麻煩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最後呢 就是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內容的話可以是跟我說什麼話 跟ACE說什麼話 或是你想對這影片說什麼話都可以 完成以上幾個步驟的話 就代表參加成功囉 那我們就是小小的限定一下 可能一個人呢 就是留言一次 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麻煩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次的資訊欄 因為上面我應該會寫一些 比如說我抽到你的話要怎麼通知你啊 還有這次客製化的網站叫做Custom嘛 如果說你可能正煩腦要送心上的人什麼東西的話 或許也可以上去參考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一樣是要看得開開心心的 然後這些禮物呢 如果可以有一點點喜歡的話 我也會很開心的 讓我們一起打敗可怕的星期日吧 我們都繞圈圈耶 就是一個霸母的概念 呦 room�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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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